我是医生 你是护士 咱们是医疗行业 但是我可能偏心理 因为我特别听到说你对生孩子特别恐惧 这是你不生孩子的主要原因 那好 那请问 如果这个恐惧也是一个病的话 如果我帮你解决的话 你愿不愿意尝试一下 还是不小心 也就是说 其实你不愿意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我只是觉得我们现在孙数也大了 我已经快40岁了 再生孩子的话 我也不能保证孩子的质量有多么好 其实我现在我想跟他生孩子的话 到了40多岁了 等到孩子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60多岁了 他都多大了 我都多大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吗 因为我看到的不是说来在你面前的恐惧 恐惧也只是你不生孩子的一个重要理由 然后一旦谁要想动你这个理由的时候 对不起 余大夫 我不给你这机会 你们在说孩子这件事情里面 我不这么看 我看到的是背后你们的逻辑 你们以为这孩子生还是不生 你坚守你婚前的承诺 他说正常的生活应该有个孩子做调剂 人难免会发生变化 但是我认为 这孩子生与不生 你们的问题依然存在 你一直说他百依百顺 请问当时你就一直没脾气吗 他干什么你都心甘情愿吗 当时就没有自己压抑的时候 忍着的时候就为了照顾他 有没有 当时没有 当时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就是他以前脾气确实特别特别好 然后突然就经过这件事变成 我就特别接受不了 所以我也在探求这个问题 请问当时他对你好吗 对我也好 也就是说你的要求或者你的需求 他也能尽量满足你对吧 对 那我就得说你了 这个你的生命里面 除了孩子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了吗 有啊 就是他 但是这是假话 你内心里很多的压抑 你都不知道 所有都百依百顺 到现在又不顺了 怎么可能呢 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能理解 但这些情绪只是因为 他不跟你生孩子造成的吗 我倒认为 女方有些强势的地方 他所说的百依百顺的地方 按照他的方式主导 也慢慢慢慢的让你有些不舒服了 除了生孩子之外 有可能有点 有可能有点吧 慢慢去觉察 所以我倒看 这有点是 清晨期反叛的孩子一样 一开始特别听话的孩子 但是他慢慢长大了呀 他有新的想法了呀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没办法像小时候一样 就一直听话 所以这个时候 你再希望他百依百顺 他压抑了 当然生孩子这件事情 你的拒绝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也可以说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并不全部是这个原因 从场上你俩的气场 就可以看到 你的气场比它大的 而且还有一点 你很固执 我很尊重 女人想生孩子 不想生孩子 她也尊重你了 只是她自己控制不了 这情绪问题也不好讲 是吧 但是话说出来 你的问题是固执 不是生孩子不生孩子 这个权力问题 不是那个事 或者说 余大夫 今天你说了 给我出个主意 解决恐惧问题 我试试 我试完了 我再说 再做决定 也算是对自己的尊重 和对老公的尊重 而不是连走都不走 事都不是 然后就说不行 这个对老公不尊重 不是生与不生的问题 而是就这件事情上 你没做常识 人最可怕的就是什么 拿着一个观点 一辈子 一根筋 然后奉行到底 还美其名约 我说话算数 人到一定层次上来讲 就不太用对错来说话了 而是用什么 怎么过更好 你们日子过得好吗 明显不好 我在这舞台上 那么多年了 我跟你讲 我从来没有当着 已婚夫妻里面说 你们不行 考虑一下分吧 今天我有了这个想法 如果生命都没有了 激情都没有了 你还要婚姻干啥 职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